玩了4天的時間,來這邊做個遊玩總結吧 這款就是100%的粉絲項放吃掛機的遊戲 天蠶土豆正版授權的 左上方看到蒼穹榜 在這個地方可以選擇四位角色的其中一位 這些都是相關活動啦 像硝岩、美杜莎就是鬥破蒼穹 牧城還有酪梨就是大主宰 給各位看一下硝岩的 佛陸火蓮 你看他異火那麼多啦 透過聖境蒼穹這個活動來做就可以領取角色了 然後接下來要領取更多角色 那就是要花錢啦 這裡是蒼穹戰令 也可以看得到他每一個階段每一個階段 他都可以領取到碎片 聖境修為 這個最主要就是拿來鑄林用的啦 也是一樣喔 就是一直鑄林上去讓他到達100% 規則說明啦 當連動角色開啟蒼穹綁進度的時候 累積到100% 就可以拿到所選的連動角色 作為獎勵 這裡還有第二個規則喔 每名連動角色可以領取一次 然後連動角色 僅可以通過蒼穹版 玩法獲得 不可以通過碎片合成喔 蒼穹戰令這裡不是會送你碎片嗎 他是無法合成角色的喔 總共有這四位嘛 他都只給你碎片 那你去進行身心上的強化而已喔 玩法部分來做個快速介紹吧 其實都大同小異啦 那這款遊戲的話 我個人覺得他的項目很多 還算是豐富喔 但是變得很雜喔 所以很多地方我們就簡短看一下就行了 這裡是終生裡 進行儲值的話就可以累積到這些獎勵嘛 左邊 土豆大尊 這裡每日都可以追根喔 就方外篇啦 看 方外篇 每一天啊你都可以去看 前往 喜歡看小說的啊 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外傳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福利部分 500抽 這個是噱頭啊 每通關一個章節給你10連抽 所以給你超少的喔 再來我們看一下 招募部分 第一天大概 有80抽左右吧 那第二天大概就四五十抽啊 之後就越來越少了 像今天第四天我只有做一個10連抽而已喔 所以在福利部分我個人是覺得 給的不是很好喔 給的有點爛喔 然後這是預約喔 他會給你速優威的造型 然後這是相關的活動 天驕計畫 七日活動啊 元尊直播間 在這個地方 有禮包碼可以領 在陸服這邊禮包碼就是321上連接喔 但是他這裡已經結束了 所以 看不到了 那這款遊戲的角色成長模式啊 就是依照你的上陣 看一下 固陣就是六位對不對 當你進行上陣了以後 角色的強化就是 直接 就會繼承了 比較有問題的就是專精啊 就是個人的話 他是無法繼承的喔 所以在這一塊我就覺得很麻煩 他為什麼不強化格子就好了 這一塊的話 一直給我感覺就是 他什麼錢都想賺 就是賺你一點點的錢就好了 但是他什麼錢都想賺 然後他可以把很多事情都複雜化了 所以我個人就覺得很勸退喔 這個是體力部分喔 這幾天我每天都要買一個體力禮包 因為他會給你十足體力喔 給很多的喔 因為體力一下子就會用光了 那你最主要是進階上的提升啦 就是掃蕩這些材料 你會耗掉極大量的體力喔 所以巧色成長頁面沒什麼好介紹的啦 等級提升 在進階上的提升 你要消耗極大的體力 再來就是透過星級就是碎片上的提升喔 一開始的周圓是一定要練的 而且你一開始就有這個角色 因為相關活動都可以拿到周圓的碎片 當你滿心了以後 在下一階要準備240個碎片 就可以轉化為紫色品質喔 這一點跟那個 之前玩的SNK格鬥世代也是一樣的喔 就是你要換成其他顏色的品階的時候 你都要先消耗大量碎片 就可以轉化了 但前提是你要先升滿心啦 然後姿子的部分 這邊也是單一個人上的提升喔 再來就是專精 也是單一個人上的提升 指的就是 當你切換了其他角色的以後 就算你改變了上陣位 但是它是不繼承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現在隨便換一位 我換周琴 然後 可以看到這一塊它是完全都沒有在提升的 所以這一點就很麻煩喔 你在一開始在選擇小色的時候 變成閉念的角色 你可以去進行單一提升 但是有一些你沒有把握的角色 你還是別升了吧 初期來講啊 什麼角色最值得升 周緣是最值得升的喔 再來蘇又威 他是手足就可以拿到的 還有武瑤 這三位角色都很值得升喔 所以在專精部分就可以不用省了 這三位都是可以升的 在招募部分的心願我已經解鎖了 我也是拿蘇又威還有舞瑤這兩個而已 因為他們也有羈絆技啊 所以這兩個搭成一組是剛剛好的 再來我記得有一些禮包 像你只要花個幾百塊吧 還可以買到自選箱喔 所以這兩位角色啊 在初期大家都在使用 主線關卡 它這一塊啊 是這個樣子啦 每一個章節它有十關 那每一關都有三小關喔 你可以看得到我角色 站的有三個狼對不對 像這種三小關你是可以跳過戰鬥的喔 你看可以直接跳 先把這小關都跳掉 然後再來做解釋吧 這三關都跳了對不對 再來就是打 主線真正的關卡 在這個地方你點進去以後 是無法跳過戰鬥的 然後它會走入劇情 然後打一個戰鬥是非常耗時間的喔 戰鬥部分我個人是覺得嘛 就是它加速部分啊 目前二倍數才是太慢了 而且好像沒有加倍到三倍數 所以啊這一點的話變得很耗時喔 也就是打三小關會有一個主線關卡 那這樣子的話一張有十關對不對 就是要打四十關喔 但是我又想過 假設它真的一個章節又過十關 又無法跳過戰鬥的情況下 一定有玩家又會抱怨 就是說為什麼戰鬥無法跳過 而且它戰鬥為什麼會那麼慢 可以跳三關 然後一關不能跳 這種感覺是比較好呢 還是直接給你十關都不能跳 是比較好呢 其實說不上來欸 因為我感覺起來 它不管怎麼做一定會被罵了 好玩法部分 玄境試煉 這個地方 這是趴塔的 你可以一口氣 跳九關 然後去打第十關喔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目前推到220層了喔 反正就是平均十層 有一層 你是無法跳過戰鬥的 總之試煉 這個地方我們瞄一眼就好了 其實都是戰鬥而已啊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喔 填下去 這裡是可以跳的 那隨著任務啊 就看要打哪邊喔 就全部打一打 這裡很吃戰力 如果是無科玩家 你可能就會卡了 主隊 主隊的話會掉落 原兵隨機禮包 這個東西啦 就會掉武器那些啦 原兵的話給各位看一下 原兵就在這裡喔 在右邊這裡 然後 好我先把它卸下來喔 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就有推薦的原兵喔 就算你把它卸下來 也無所謂 因為 它會告訴你 推薦是用怎樣的原兵 是比較適合的 那主隊的挑戰部分 就不用講了吧 好 再來 這些都還沒有開 我們就不聊了 好這裡 競技場這些啦 右方有系統的推薦陣容 我們點下來 在這個地方 就是 官方的推薦陣容 這是新手陣容 它還會解釋喔 就是每一個 為什麼要這樣子配 極限爆發陣容 還有 防守反擊陣容 好 各式各樣的 而且都是搭靈弄角色的 這一塊的話 因為在 遊戲裡面就有了 所以也不用特別去找 剩下的地方 就沒有什麼了 妖妖姐 這個地方 其實算是一個強化啦 的概念喔 全部都是拿來疊戰力的 家族部分啊 就是有家族對決 還有 探索 探索進來就是 點一點 像有一些東西啊 你要依靠你的右上方有步數嘛 然後去取得這些啦 然後有Boss可以讓你打 可以拿到寶箱的材料 然後就是庭院 庭院這塊啊 目前有 烹刀煉金 其實他只是一個 角色派遣的概念喔 還有燈燈獸 也可以派出去喔 他都可以拿東西回來啦 這個有點像鋁蛙的概念 然後右下角這個是好感度上的提升喔 左上方這邊有總好感度的加成屬性 這一塊的話也是一樣喔 就是加一加整體屬性就會變多了 主要玩法就是這些啦 那剩下的就不再多做介紹了 我還是覺得整體還算是很OK的喔 只是他的細項太多了 然後會變得很雜 然後每一個細項你又是做很短就結束了 所以顯得就是有點亂 我個人覺得還算是值得一碗啦 如果你是喜歡原尊啊 系列的作品 這款倒是值得一碗 那本支影片就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 這是對你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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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屠 是 蘇 從 aten 到iac 過程 就是 浮屠 是 非常 床 浮屠 是 落神剑影 浮屠 是 提笔断剑 输尽无痕 孤阴长相 金刚无坏之身 芳妃静影 气冠长虹 小韩 双十大 混队而生 凤翔齐天 扬鸣 踏云霄 扬鸣 踏云霄 扬鸣 踏云霄 扬鸣装 埃子 扬鸣装 好 遥当你所掌摆的那招 太但是 这 因此 你 哪 你 这 我 你 跟 焉 你 我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